好,各位師兄,端午節快樂 歡迎收看中路TV賽馬篇 阿斐專攻擊儀場來了 講馬之前,影片隔了很久 因為上一個賽日已經是6月18日 這幾天全部都是外國賽為主 各位師兄,阿斐不認識外國馬,所以就不貼了 上一個賽日6月18日,阿斐不斷刨駿駿駿 最入第三場,發生甚麼事呢? 自己拆解是威力飛彈 最後阿斐也相信自己這個判斷 買了五十元V、五十元Pay 一百元的投資收回七百多元 好運得來,亦是製餘問題 真是鄭俊偉,我不知道其他馬房 是特地讓他,還是如何 阿斐在看一條影片,發覺 那隻馬其實都是左碰右碰 放了一個位置 其實後面的馬再去吹七一下 有機會贏 也不是贏的特別多 而是他出集時,彈出來彈得非常好 都貼凍了 在這裏跟大家講解一下上星期的總結 好了,講完之前 上一個星期阿斐回大陸 遇到一個師兄 師兄都知道中老TV 成夢各位師兄錯愛 希望各位師兄 喜歡阿斐如果貼到藍馬田放下 還是多點訂閱 和推介給其他師兄看 好,今個賽日 直接來講一二場有甚麼心水馬 今次阿斐跑了一隻 就是一百倍的馬匹 希望今次直接爆冷成功 事不宜遲,直接講解一二場 今個賽日六月十五號 足足整個星期都沒有出過片 已經一息完畢 今次一隻好馬給大家 我認為也有機會 上一個賽日發生甚麼事 就是威力飛彈 威力飛彈是誰騎的 就是周俊樂 所以今天 九號的興雅是阿斐的重點 推介最像 一百倍 位置馬 這隻馬 首先有隻冷的亨銅不熱 看完第一場四班千世米賽事 快放為主 亦要留後爆放的情況下 阿斐選了一隻 毫無懸念的二號仔 就是善傳萬里 看這隻馬匹 二十八日前 就叫星河小指 然後善傳萬里 兩年前 成績一分二十一秒六九 最美成績 看星河小指近期 標準的一分二十二秒左右 所以阿斐篩選剩下的 就是二號三號 九號十一號 和十四號這些馬匹 但怎樣選擇這些馬匹 比較好一點 最後阿斐選了一隻 鋼斑馬 文家糧馬房 近期動靜非常大 也是贏馬 贏了幾次 看看統計資料 再配搬潘頓 千世米賽事 十六次出賽 一次冠軍 三次亞軍 在千世米 也是短途 到谷草千二米 短途也特別好一點 看看 誇張 文家糧 要麼不找潘頓 找到潘頓 看不看得到甚麼事 全部都是第一名為主 所以 今天 這隻鋼斑馬 要近期 一分二十二秒 情況下 這隻鋼斑馬 零零四四 近期 沒有跑過田草 多數是谷草為主 但見到田草那次 被楊明倫刷 一月八號 新一九天細米 楊明倫 這隻鋼斑馬 不要掛肥直接 這麼水皮情況下 十四檔外檔 成績都可以一分二十二秒六 誇張 然後 這隻馬匹 比報名刷騎過的情況下 一百三十五磅 這次同樣 潘頓一百三十五磅 當日發生甚麼事 八檔情況下 足足搖搖領放了 一有四分三個馬尾位 成績一分二十一秒七 所以近期 最新那次 六百零 同樣給楊明倫 一檔情況下 千二米 開頭拍第六名 第五名 第六名 最後僅僅輸 二有四分三個馬尾位 即是一隻馬沒問題 人的騎攻 一百一十八磅 我覺得純粹是給楊明倫 或是揹飛了 給梁家進冊的情況下 二十幾倍 慢慢都是在三四班 配合的情況下 這次降班回到四班 我覺得都是為贏馬 拿到頭獎為主要 所以不要鬥氣情況下 直接推介了二號仔的擅存萬里 肯定沒有懸念 做膽 膽之餘 成績由於一分二十二秒左右 所以最後阿斐推薦兩匹機會馬 今天由於 看看一些資料 上一個賽日 近期 由於馬房動態 阿斐貼了第三場 那隻叫做威力飛彈 當日 鄭俊偉靠了周俊落減兩磅 比其他人多兩磅 僅僅贏了頸頭 十二倍 大家要留意一個人 看見了 偉達 配棄衛森 同樣 另外 看見了尼超星 班德里 一配搭情況下 肯定是爆冷機會大 另外 尼超星近期 都頻繁特別 我想推介給大家 十六月十八號 第二場尼超星 配班德里 十四倍 旋利多彩 然後回到十四日 六月十四日 當然 又是 看到一、二場 尼超星 被梁家俊 極速滿貫 阿斐同樣 也有貼到 大家看看這條片 看六月十四日 阿斐出過這條片 第二場 阿斐也貼了尼超星 極速滿貫 這裡 一檔情況下 十六倍 所以十多倍的馬匹 尼超星 都是近期 都是馬防動態 有些波動 比較去馬機會大 所以 二選馬匹 直接不要賣關子 阿斐提供給大家 就是尼超星這隻九號仔 興雅 挑選興雅的原因 有兩個原因 首先說明馬防動態 就是尼超星 另外 有些東西 就是 同日 十四日 這隻 星河小子 田泰鞍和容天鵬 容天鵬近上一賽日 118磅輕磅 田泰鞍一檔情況下 1分22秒正 僅僅輸一日 四分三萬馬位 但有一件事 叫期望值 這隻馬匹 完全沒有給田雞 拆棋過幾次 多數都是給班德利和周俊諾 特別是周俊諾 是容天鵬的主帥 每次周俊諾拆棋的情況下 都不會特別是輸一多 但一到輕磅那次 四班千世米 谷草轉田草 千世米的情況下 即時找到田雞 輕磅的情況下 拆棋 就是肺部速的 輸了一日四分三萬馬位 但跑第三 今次期望值 跑二檔 同樣找回田泰鞍 我覺得 就是大家按照期望值 我反而不會再追 這隻就是輕磅的星河小子 但同樣 田泰鞍 容天鵬 馬房 周俊諾去了哪 周俊諾 跑去菊草 都很好 不會輸得特別多 今次周俊諾 不過來容天鵬 幫他刷 可能容天鵬 看見上次田泰鞍 刷得很好 所以周俊諾 今次去了哪 就是九號仔 這隻 黎超星馬房的輕瓦 幫忙刷這隻馬筆 記住 第一場 直接是王牌情況下 黎超星 其他馬筆 都不會太多馬 比王牌 反而 黎超星特別有信心 看看今天的馬房動態 是靡超星 對 全都是霍雲星 還是嘉莉 水皮賽馬仕 雷草 《谷草》 在谷草而言,烈色星馬房也比較難去刷騎 所以當天足足輸了十一有四分三個位 輸得難看 到了上一次,一檔好檔位 同樣找了霍雲星 好地情況下,天細米最後怎樣呢? 輸了十五多個馬惡位 但是霍雲星上次6月13日 仍然被刷騎試騎的情況下 為何今次不給霍雲星 零零四四是周進落,減兩磅情況下過了 其實這隻是輕啞的 最主要是123磅 阿斐喜歡的那隻是善傳萬利135磅 同樣,1分22秒左右的馬匹 全部都是135、131和124 由於昇鵝小子,我不建議加推情況下輕磅 我覺得這是期望值,我不選情況下 這隻是九號仔輕磅100倍 上次已經是126倍 為甚麼呢? 因為周進落可以跟榮天鵬做配搭 他唯獨直接這麼多隻馬匹,你不選擇 你是選擇一隻完全全 其他馬防其實都可以選擇 為甚麼呢? 尼超星由於上一個賽日看到他拆騎了 就是威力飛彈 出閘的時候特別是離放的 同於上一個賽日看到第一檔出閘是普通的 全部都是出閘慢慢的,太慢的情況下 所以這次就要找一個醒醒的周進落 我覺得超級薄冷的情況下 周進落由於尼超星看到一些東西 自照尼殺騎,我大膽推介了九號仔輕瓦 可以直播率極高 只是馬防動態而已 由於尼超星近期兩次 都是一、二場有動靜的情況下 我這次選擇就是尼超星馬防 還要黃牌 周進落騎開了就是威力飛彈的情況下 九號仔輕瓦是阿肥的二選馬匹 一熱一冷 由於太冷的情況下 加多個保險腳 同樣說到馬防動態 由於上一個賽日說明了 都是陣進尾馬防已經是贏馬的情況下 那麼 韋達配黑衛森 這個配襲非常有巧妙的 每次韋達有些好馬都會有黑衛森 大家其實是賺錢的 看看今天韋達馬防 直接韋達馬防 按那個就是蓮瑪斯 看到了 韋達今天直接 阿肥喜歡兩隻馬匹 就是一、二場的 就是新幹線和滿貫自有 同樣看不見到 今天韋達馬防一開始 直接是第二場和第四場 被黃牌的 是被班德里和艾道拿的 反而是二選馬匹千世米同情 即是分拆組賽事兩場 他竟然給了黃牌第四場 第一場反而是二選給了黑衛森 全部都是後面那兩場 1200米都會給了黑衛森 主要黑衛森情況下 為什麼黃牌第四場 千世米他不給黑衛森 反而這一檔 給黑衛森 由於其他馬匹相對性 是水皮的來講 所以 在這裡贏馬機會大 所以我覺得 黑衛森不是傻的 直接二選馬匹十一檔 十一號這隻是新港線 是亞非提供給大家的保險腳 還是冷一點點 去到黑衛森 其實情況下 都是十多倍的 由於看到了 4月23號 599田做一千名賽事 直路賽 當時 直接爆放出的情況下 他開始是八檔 開始九名九名十名 最後輸了四分三個馬 四有二分一的馬位 對他最上一次 軟地 記住 當日是軟地 場地有些變化的情況下 看到了 即時128磅霍雲星拆騎 也算是重磅 由於127欺而非心 然後128霍雲星 即時輸得更難看 轉一轉個彎情況下 填草千二米 即時輸得更多 輸八有四分三的馬位 兩次輸的情況下 為何亞非對這隻馬有信心呢 由於上一 最對上了 七零六 谷草千二米那次 一檔即時125磅霍雲星 即時縮下去 同樣去谷草 谷草其實考功架多一點 即日拉回少許貌位 四有二分一的貌位 記住 但幸好多天是快步速 由這個快步速情況下 他也不輸得特別多 今次 過回來就是偉大配上黑位心 我覺得這隻馬 由於近期也有少許進步情況下 你看到了 我覺得有進步情況下 去搏殺 四班千四米這一場 發覺全部馬筆 一般 唯獨都是輕榜的星鵝小子 和善傳萬里這兩隻 是可以連贏到他 所以保險腳 阿費大膽出責 寧願委託貝希 其他 除了二號、十四號之外 其他對手太糟糕了 所以 拿回十一號的新降線 保險腳 希望在這裡可以入三格 沒有難度 所以第一場推介給大家的二號 線傳萬里 然後就是九號的輕瓦 十一號的新降線 就是阿費提供的第一場 三個馬筆 貼士 好了 去到第二場 五班千六米賽事 這裡阿費提供的就是後上馬 後上馬 這裡是趕快一點點的 我直接推介給大家 一選了 特別是兩隻 喜歡的八號仔 八號的八號幣 和十四號的無敵 真正是阿費的兩隻 膽 由於這場 直接講解的是後上馬 回到八號幣 一開始看到 田祖千八 或者谷草千八 或者其他賽事 你看到的 最初都是第十名 最後輸入二優二分 四分之一 一落一點 全部都是田祖 輸第十名 然後最初輸入二優 然後 都是第六名 輸入一優四分之一 十二檔外檔 周中六七期情況下 十四名 最後僅僅輸入二優 所以後方馬 八號的八號幣 這次徐宇石 最失那次 田泰安 都是試期的情況下 都是輸三個多 第二場五班千六米賽事 我選擇輸石這隻 就是田泰安 拆旗的八八幣 由於後上馬 我看高一線 推介給大家的 就是八號 即八八幣 另外五班千六米賽事 我從今選擇了 吳彭治馬房 這隻無敵精英 都是後上馬 吉祥近期兩次 吳彭治 比開大文膏 或者楊綿拆旗 成方 都有些見樹 填到千六 或者谷草千六 都可以後放上去 都是僅僅輸的 二有二百個馬位 以及僅僅輸四分三個馬位 特別是六七五 楊明倫測騎情況下 一百二十四 楊明倫 當時九檔 田泰安測騎 吳彭治馬房 楊明倫都可以在九檔情況下 由開始的十四名 十三名 最後僅僅輸四分三個馬位 僅輸給 就是燈泡王子 然後你看到 當日都是一分三十六秒正的 阿斐由於不選五號仔 喜愛線 我覺得最主要是 為絕對反擊 但是這隻馬筆 我真的發覺特別是屎 比王牌都沒有用 所以這裡 如果是潘頓 不要情況下 二場同樣也沒有報名 由於這場 阿斐五號仔 的潘頓 然後喜愛線 不要情況下 報名也沒有情況下 第三大最厲害的 選賀澤耀 所以吳彭智這場 找回賀澤耀來幫忙 我覺得現在上二檔 千六美賽事 由於上次楊明倫 都可以這麼漂亮的成績情況下 加上看到嗎 近期 頻繁揹飛 揹了六格飛 都是僅僅輸的情況下 二名三名 馬房也要去 是時候要和馬主有分交代 所以十一號的無敵精英 是阿斐的二選馬筆 也是第二隻膽 揹飛馬 就選擇十一號的無敵精英 最後 八號、十一號都選擇的情況下 最後阿斐要選擇馬 就是串Q為主 因為七號、十號都很難選擇 到最後阿斐選擇了 就是要巴道 這隻十號的美力精英 美力新星 由於開頭想著韋特 搏一搏 找斑德利 可以是爆爛 但由於近期一度來看一看 已經贏過了 交代了 十一檔情況下 當日已經搬到你一臂十四榜 僅僅贏了頸頭 6.5的一個是六甲馬 今次找回他 升榜到一臂十八榜 跑六檔 之前跑外檔 好好的 你跑內檔的 失車機會大了 所以七號的滿冠自由 我也不選擇 選擇十號的美力新星 第二件事 由於阿斐考慮了的就是膽 膽是喜歡了 就是巴巴臂和十一號的無敵精英 看回統計資料 你看到 二檔、十檔 跑五檔 1650的賽事 填草1600 是A蘭的 二檔、十檔 是好看的 二十七倍入批 和三十一倍 特別 美力新星 是三十一倍入批 所以 看一看 同樣 見到 騎士串Q的情況下 你見到 何則堯 田太安巴道 都有在 但由於潘盾 我都不選擇 在英國時情況下 看多一件事 就是 連馬房的串Q 由於太太喜歡 莫力精英的情況下 看不看得到 第二名、第四名 都是美力新星 和巴巴臂 然後 騎士串Q 第三名 都是巴巴臂的情況下 又有 那麼多馬筆 特別喜歡的 都是莫力精英 串Q情況下 莫力精英 和特別 美力新星 都是配合其他馬筆 由於 蔡若翰 也是串Q 其他馬筆 都是多些情況下 找回一段時間 徐宇石 少選擇 按徐宇石 看看 串Q 看到 騎士串Q 第二名 就是田泰安 和何澤堯 然後馬房 即時看到 雷尼西斯 選擇了 隨宇石 情況下 第四名串Q 就是不攀戰馬房 是莫力精英 所以毫無懸念 兩隻膽 是八號、十一號 的莫力精英 然後 十號的 美力新星 是阿斐的腳 同樣 因為要篩選情況下 才不要七號的 滿貫自由 大家可以選擇滿貫自由 近期有些戰績 如果有四隻馬 選擇的情況下 但我覺得這隻馬 奪不進來 由於阿斐買的駐馬 不是特別大 所以 這麼多隻馬去買 就比較罰多少錢 所以 選擇三隻馬 分幾個情況下 選擇了八號 八包幣 十一號的莫力精英 和十號的 美力新星 如果要賺多一點情況下 可以選擇七號的滿貫自由 全都可以存存 但如果要選擇情況下 阿斐極力推薦的 就是八號 十一號 和十號 一、二場 講完 各位師兄 端午節快樂 吃著總喝著茶 等星期日的賽事 好 多謝收看 記得訂閱中路TV 是這樣的 拜拜